大家好! 这里是荷兰月月频道 现时报告3月27号的晚间新闻 首先是中国上海消息 上海疫情严重当局分区风控 中澳大陆26日新增病毒感染病例5702例 其中包括1254例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达到4448人 在无症状感染者方面超过半数是上海本土的个案 上海26日一共有2676例病毒呈阳性的感染者 据上海发布3月27日晚间消息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 为压止疫情旷山蔓延的势头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尽快实现社会面的动态清零 综合前几轮 核酸细查情况并且经过专家评估研判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在全市范围里面开展新一轮的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细查 当地时间3月28日5点钟开始 上海市以黄宝江为界 分区分配实施核酸细查 首先是浦东区 严格控制交通和人口流动 为期是5日到4月1日为止 然后是浦西区从4月1日开始到4月5日结束 目前上海当局说 采取局部地段封锁管控的做法并非全城的封闭 另外香港的疫情减缓 香港冠病疫情出现好转的迹象 单日新增阳性个案连续2日在1万例以下 27日新增8037例 新增个案当中包括3,555例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个案 以及4,482例快速检测结果是阳性的个案 不过香港今天亦新增151例死亡的个案 使得第五波疫情的累计死亡人数增加至7,039人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7日接受采访时重提动态清明这个词 说香港有能力将新增病例控制在一定范围里 甚至压制也有机会动态清明 林郑月娥说 香港第一种Omicron个案出现之后 当局成功压制了扩散 但是有检疫酒店感染个案出了问题 之后流出社区 不过他说这不是人迷的错误 他不希望社会就动态清明或与病毒共存两条道路上起冲突 因为大家理解不同 他希望大家实事求是 支持政府找出最有利于香港抗疫的方案 中国多省使新冠肺炎疫情反弹 各地大建方仓医院 近日有哈尔滨的农民工在微博爆料 去吉林见方仓医院的农民很多感染了新冠病毒 而且以前答应的工资疫一分前都没有落实 引发伤多微博微信的大语 公开声援这些农民工 一个中国微信公众号3月26日发布 呼吁撤查吉林市方仓医院项目 农民工感染新冠肺炎事件的公开信 微博上农民工发表的文章说 负责这个项目的建筑企业 中建八局在用工过程中 存在未做好疫情隔离防护措施 导致工地工人群体性感染 疫情发生后又门布工地疫情 为工人提供恶劣住宿和隔离条件 不按承诺为工人支付隔离费 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诸多严重的问题 又看看东航失事飞机的事件 失事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第二个黑箱 在27号被找到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消防员今早9点20分 在撞击点东侧山坡波面1.5米土层下 发现了一个橙色灌体 经专家确认 是东航飞行事故客机第二个黑箱 发现点距离撞击点40米 第二个黑箱将通过今天下午1点的航班 送到首都北京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一个波音737800型的客机 这个月21日从昆明飞往广州途中 在广西吾州的藤原坠位 寄上132人全部遇难 3月25日 中国民航报社因为错误 发布关于东航失事航班的第二个黑箱被找到的信息 声明致歉 中国民航报社25日在声明中写道 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 核实相关事实不严谨 今天上午错误地发出了关于找到第二个黑箱的失实信息 特此向读者静重致歉 另外据新华社的报道 今天展开了多种形式分散的悼念活动 此外东方航空公司也开始理培工作 看看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的谈判代表阿拉查米亚 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下一轮会谈 将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土耳其举行 星期五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 双方正在努力在关键的政治争端上走得更近 俄罗斯的谈判代表说 谈判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陷入僵局 而乌克兰就表示 正在训练适应谈判的过程 乌克兰外长库莱巴表示 六个关键问题中的四个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而乌克兰不打算放弃某些要求 他说 我们坚持停火和安全保证 并且要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与此同时 试图调解冲突的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 他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 只有两个未解决的重大争端 这就是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 包括顿列茨克和劳金斯克所在的地区 以及2014年被俄罗斯人 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地位问题 另外 梵帝国教皇再次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 教皇方济各星期日 在圣比特广场信徒面前说 发生战争的冲突 是野蛮和侮辱上帝的 战争不单止摧毁了社会的现在 亦摧毁了社会的未来 他强调战争不可能有赢家 与此同时 乌克兰农业部说 儘管发生了战争 乌克兰第一批谷物正在通过陆路 用火车运送前来欧洲 可以稍微缓解欧洲对谷物的需求 这里是荷兰热业频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刚刚听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并推荐给你们的亲戚朋友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中国卫龙公司的蜡条包装 被指打低俗的刷片球 在大面巾包装上写着 弱吗? 大蜡棒写着拆大 小蜡棒写着强硬等等 有网友指出 说这是充满色情的暗示 网友表示 我感觉这几个磁房一起 确实很奇怪 我会不舒服 我觉得慧龙并没有必要搞这种携头 对他的销量并没有益处 消费者也不喜欢 何必呢? 有网友质疑说 约吗? 一斤那条能约到谁呢? 强硬? 也不是俄罗斯面包 你有什么强硬呢? 3月20日 慧龙方面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新闻记者 他们将会配合市场监督部门 进行调查核实 公开资料显示 慧龙上标在2003年成功申请 总公司的地址位于河南省 今晚又是电影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在结果揭晓之前 讲一下电影奥斯卡与我们华人的关系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电影奥斯卡 就是俗称的小金人颁奖时刻 去年华裔的女导演赵婷 凭着无意之地创纪录公黄属奥斯卡 完成了很多华裔的前辈 并没有完成的事情 其实华裔在奥斯卡上的闪光表现 很早就开始了 先看看奥斯卡的第一位华裔 早在1956年 美籍华人王中占 就凭借着电影《玫瑰纹申》 拿了奥斯卡的最佳摄影奖 不到十年后的1964年 他又凭着影片黑登 拿了同一个奖行的小金人 这位美国的华裔后代 曾经获得过十次奥斯卡提名 记录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人能打破 王中占是美籍华人 新中国的第一位又是谁呢? 到了1988年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奥斯卡亦越来越多地将目光转向中国 整个华语电影 也迎来在国际上全面开花 这是一个被越来越多人认识的黄金时代 当时 生于天津 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后来又留学德国 在慕尼克高等音乐学院深造的訴訟 凭借为影片末代皇帝的配乐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 来自1949年成立后的新中国 并捧走了小金人的中国人 接着又到了台湾人里安时代 又过了十几年 奥斯卡迎来了里安时代 电影《臥虎藏龙》 在2001年的奥斯卡上 一举捧走了最佳外语片 最佳原创音乐 最佳摄影 最佳艺术指导四个奖项 从数目上来说 比赵婷的无依之地更多了一个 另外 与苏聪同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谭盾 是同样用电影原创音乐 捧走了小金人的华人 不单是在奥斯卡 厄苦藏龙的电影原创音乐 还给了他一个隔来尾奖 从那个时候开始 谭盾的名字 彻底响变了华人的音乐界 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 创作废标Logo音乐 和颁奖的音乐 并为上海细博会 创作中英文的主题曲 另外又说一下里安 与俄虎藏龙时隔五年 这位已彻底融入 浩莱坏的华裔导演 又以同性恋的题材断背山 拿到了2006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尼安在感谢词中表示 这部电影 不单是关于男人和男人 女人和女人 同性之间被社会否认的爱 还包括爱本身的伟大 中国的功夫巨星同样有终身的成就 这就是成龙了 没错 这位外国的功夫男星 手里面不单有小红帽 还有一个小金人 奥斯卡组委会2016年 将厚重的终身成就奖 颁发给这位靠真具功夫 真血汗打拼出来的华裔 有人说 这是奥斯卡组委会给的安卫奖 也有人说 就凭卓别林和迪斯尼都拿过这个奖 也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事实上就是 动作片明星在奥斯卡好兰国奖 2021年的奥斯卡肯定是属于华裔导演赵婷 他描写《美国底层人民》 《游牧生活的无依之地》 在奥斯卡颁奖之前 狂售了一片包括金球奖、金司奖、 英国电影学院奖、 美国国家的影评人奖、 几乎所有重要的电影奖项 后来又一举奥斯卡奖 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 和最佳的女主角 在颁奖的感言中 赵婷向大家讲述了 一个有关人之初性本善的信念 但由于他之前 在接受西方的采访中 曾经发表过的 令中国当局不如法的言论 获奖的消息以及视频 在中国遭遇全面的封杀 排好期已经上演的影片 亦没有上演 从黄中战1956年第一次问顶奥斯卡到现在 全球华裔华人总共在奥斯卡上 发表了21次获奖的感言 除了上述的人物之外 还包括1993年首位获得奥斯卡的 台湾人江道格 他获得的是最佳视角效果奖 首位香港人包德希 是2001年的最佳摄影奖 以及凭借星球大战五新希望 获得最佳剪接奖的美籍华人赵宇俱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